我爸爸媽媽給我的 到現在為止他們都給我很大的空間 我一開始畢業回台灣的時候 還是在外面的公司上班 因為那時候剛好在搭工作 看到我的同事 剛好是中修節前 然後提了大考小包要去 企業用戶那邊就是這樣 那時候就會有很深的感觸 好像你覺得家裡面的事情 怎麼會是這麼多叔叔伯伯阿姨在協助 可是你好像自己卻沒有史上力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當下的那種感覺 在心裡是一種很奇妙的化學變化吧 我們今年想要跟消費者溝通的 是酥提月餅的部分 那我們一直在講 公運中秋過往的兩大招牌 一個就是蛋黃酥跟冰霞鮮餅 另外一個今年跟小月共同開發的是 鳳梨奶黃酥 這個記者會前跟我們總經理 就是我的父親 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還在談冰霞鮮明跟蛋黃酥 這個不是消費者都很熟悉的東西嗎 然後可是其實說實話 我們現在其實很多新的產品 他們更多對應的是新的消費者 不是胡云一老子的路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認為習以為常的經典產品 可是其實新的消費者都不是那麼的熟悉 所以後來我又回座位調了一下資料 把它整理一個比較完整跟詳細 打在Apple上讓總經理去看 我覺得大家都有共識 其實我覺得很多台灣的消費者 想到國營的世界聯想到就是喜餅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消費者 對日常糕餅的食用的想像 像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好像很多消費者想到吃餅就是要配茶 可是我們就想台灣糕餅難道不能配咖啡 或者是配酒嗎 因為我覺得那個才是符合 現今消費者的生活型態 但仿如就在某個程度是去侷限 這個產品在消費者日常生活中出現的頻率 跟出現的情境 國營這個品牌還是佔了整體集團 營收的百分之九十 所以我想這幾年我們都還是以國營這個品牌 持續去神根為主 因為我認為國營品牌有很多的故事 還沒有跟消費者溝通跟交代完畢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會持續國營這個品牌 持續去做生根 那在市場佈局的部分 我們目前百分之六十是喜利 百分之四十是伴手禮跟節慶產品 那我覺得我們還是會持續去生根海外市場 海外市場目前我們出貨比較大的 可能還是以日本香港中國跟美國地區為主的 對 謝謝 謝謝